虽然妈妈很辛苦 虽然可能成长经历 缺失了一些父爱 但是贝儿成长得很健康 也上了大学 成人了 这妈妈就放心了 是的 是的 妈妈一直在做什么工作呢 这些年 为了让她能够在大学里头 顺利读完大学 我就出外打工 去的是汕头 我在那个企业里面 做企业文化主编 当时呢 在这个企业里头 这个董事长非常欣赏我 给了我很多的任务 不但要编他的企业文化 还要去做他的产品说明 那时候我不懂 就是你看我是写诗歌 写伞文写的比较多一点 产品说明还不过 但是产品说明企业文化 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白 还不会写 然后就拼命地去写 几乎在那里工作的两年当中 我很少有给自己放假 有礼拜天就苦心地钻研 到2007年的时候 我参与了这个企业的 2008奥运会特许运商的申报工作 这个整个的大的文案 都是我写的 哇 真棒 对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呢 我们的工资收入就高了 所以也确保了贝尔 能够读完大学 妈妈真能高 所以在汕头工作 其实积累了一些资金 后来怎么去了深圳呢 另一家企业就来找我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如意老师也同意了 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公司 帮他从这个公司 从零招人组织架构怎么样 我帮他这个公司成建 等于一起创业了 创业了 然后这一年呢 我给企业创造了 800万的纯利运 哇 然后就拿到了第一桶金 就在深圳买了一个小产权房 妈妈的光芒越来越大 收入也越来越高 在那么贵的地方 买了自己的房子 女儿也顺顺利利大学毕业 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人生似乎就一帆风顺了 对 后来就成家了 也有自己的小孩 结婚了 在深圳成的家吗 不是 那是远嫁 远嫁去了北方 怎么认识老公啊 以前是同学 大学同学 高中的 所以我又嫁回去了 嫁回安徽了 对 那嫁人了 也回到家乡了 妈妈应该也是放心了吧 我就是小朋友 还不到一岁多 我被查出了 那个系统性红斑狼疮 就全球二十大重大疾病之一 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和怀孕什么有关系吗 一个是情绪的压力 精神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 跟当时的营养状况 也有关系 确实是 太难过了 对 就是我被通知 得这个病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我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就带着 我的小孩 又偷奔了 妈妈 回到深圳了 对 他放弃了你 那个时候就是 激素和药 都是大把大把地吃 人也胖 整个就人 人就是 整个人都不成型了 然后后来 有一次就是 他这个病就是 不能受累 不能受气 还不能够见太阳 有一次 他丈夫打电话来 就给他说 说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正在外面开会 在路上 我妹妹就说 你快点回来吧 赵贝尔 那个鼻子在喷血 那血是喷出来的 他吓得 等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 我就说 你赶快打救护车嘛 我就这边哥 就送他上医院 那一个直楼里面 全部是洗 擦下了血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自己作为母亲 无力啊 真的不知怎么帮他 然后看到他 躲在一边哭的时候 他在里面哭 我在外面哭 然后那个时候 就开始嘛 私自会的伙伴们 就是私友们知道了 就开始 除了一点钱 就送他去北京 做喜江指换 然后 那一次就挤完 一次就挤完 这样的 对 然后 后来就 慢慢他就稳定了 他一天 只要吃半克激素了 就是最好的状况了 到现在呢 贝尔的身体状况 他中间又复发过一次 没办法 又去到医院 动手术 这一次就是大手术 关于肾脏的手术 这个红斑狼窗 也会伤害到肾脏 很严重 就是医生说 还好你来得比较及时 对 你如果再耽误耽误 有可能就 去偷袭吧 就是尿毒那样 现在是肾脏什么 四型 红斑狼窗肾脏四型 就是最比较复杂的那种 那么好 那么好